臣子不闻主公事 寻花问柳几多秋 冰陵城下魂不绝 城头刀割 已染绣 五说五代史讲讲诗国事 与君共赏五代诗国那些小故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杜 咱们今天讲第二十八集 上一回我们说到 历经千辛万苦 大王把王剑 选定了下一任小王把王眼 顺便把一个战场上随便倒戈 毫无节操的定时炸弹王宗碧 扶为脱孤大臣 但不得不说 王八一家 皇位继承前后十一兄弟里只死两人 在五代诗国已经算是十分和平罕见了 王眼也十分尊敬他的哥哥和一大帮养兄 然而对王眼能表承的事也就仅仅这一点 就在王眼在前堂为他爹守孝的时候 他觉得这后宫哪里吵得很 像这个主持葬礼的僧尼示意之后 王眼一个人一溜小跑的往后宫去了 沿途看到一堆男人进出后宫 赤退这些人 王眼打开了宫门 就看到自己的亲妈大徐飞和小姨小徐飞 衣衫不整的在地上捡银子 看见王眼来就招呼他帮忙数钱 王眼一脸错愕 妈 姨 你俩干嘛呢 衣服怎么回事 那些男人怎么回事 难道 大徐飞两眼一瞪 小王八崽子 想些什么龌龊事呢 我和你小姨看到外边刺史 县令官职啊 还有空缺 商量了就在家里开了个拍卖会 五十两起拍卖县令 两百两起拍卖次史 如果是民妇的飞绝 那价格更高 刚拍了十个职位 你就来了 过来帮娘数数钱 你姨说上一个人少给了五两 这听闻自己的母亲和小姨 公然卖官欲绝 王眼一分天应拍而起 妈 姨 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们家后宫才多大 你们就摆摊卖官了 要摆 下个月 给你俩建一个大的拍卖场 看着气派一点 再请个司仪 会计和主持人 也不用你们俩算钱 大小徐飞一块竖起拇指 哎呦 还是我而想的周到 于是呢 王眼当皇帝没一年 蜀国行宫的规模 扩大了一倍 成为了五代十国中 规模最大的 而与此同时 在大小徐飞的缩始下 前属的卖官拍卖场 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连锁卖场 在各州县驿站旅馆 也设有分支卖场机构 州县卖小官 成都卖大官 靠花钱买到官位的人 何来治国的本事呢 反过来啊 只能是继续剥削下边的民众了 有了卖官得到的钱呢 这王眼就开始注重打扮了 而且要做时尚的弄潮 这蜀国人呢 原本多戴小帽子 王眼觉得很难看 他上街呢 就戴着自己 用那个江湖啊 湖表的一个手工大帽子 于是在街上这么一站呢 那就是鹤立集群了 远远的就能认出的 而且随行的宫女啊 多穿道袍 发际放下来 还涂着厚厚的腮红 称为醉装 久而久之 整个蜀国的人 男的都戴起了大帽子 女的都画起了醉装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起 民间自发的服饰流行 全唐诗收录了两首 王眼自制的诗曲 一个醉装词 一个甘州曲 描述的都是王眼 自己倡导的流行文化 但历史记录 王眼总共作诗两百多首 独留这两首完整的 其余的都是散意 或者缺诗 后来才恢复找到了 描写景物的提剑门 等等诗句 俗见这王眼事后 给蜀国人所留下的好印象 也就是这一次的服饰文化流行 打扮好了服饰 那还要会面宾客 成都蜀国的国演厅 也是别开生面的 蜀国特产 零罗绸缎 直接在地上堆积成假山 在奢华的假山旁边 立一个小亭子 摆好厨具 于是 与艳者全程 边吃 边观赏厨师技艺 这也怕是 世界最早的开放式厨房了 你看这王眼 最早连锁卖场 最早流行元素 最早开放厨房 这一举拿下这么多殊荣 这么会玩的帝王 后世也只有这动物园园长 明武宗 和字画诗词发烧友 宋徽宗 之类的人 能够与之媲美了吧 那么 那个托孤大臣 王宗碧 在干什么呢 王眼忙着游乐 这人就全权地 接了证事 拿着大印和毛笔 一路在各类诏书上 署名同意 顺便吃回扣 说贿赂 你看看 上一季 那王宗吉 明着强蜀国继承权 最后掉了脑袋 啥也没捞到 还不如学学的王宗碧 闷声发大财 王宗碧 贪腐 上梁不正啊 这下梁就得玩 朝中再无多少直言尽见的忠臣 反倒是宫中多了一种新的官职 官职叫什么呀 叫侠客 这个侠可不是大侠的侠呀 这个侠客的职位功能啊 就是陪那个权贵们去游玩的 呃 唯有一个叫做王宗寿的养胸 不甘于事风日下 就在一次宴席中途 直言不讳的说着 自己 看王剑所创基业设计 即将毁于自己儿子手上 因此 痛心疾首不已 但书了 侠客头子韩昭看了 淡淡说了一句 王宗寿只是喝醉难受罢了 又韩昭带头 这其他的侠客们围了过来 对着王宗寿一通直手画脚 你装什么情考啊 啊 谁还不知道 你自己在家天天烧香呢 你这官位咋来的呀 啊 你还不是抱得先低大腿吗 喝醉了 我看未必 再给他灌一灌 一个养胸 算肯为了国家说句公道话 反被侠客们业余挖苦 那还有什么人会觐见呢 如果事情只是这样 那说王眼是这个祖国的诗人花呀 还是言过七十 偏着王眼还突然有了新的爱好 出游 然后学习诸瘟 发泄授欲 前属地盘能有多大 不大也没有关系 排场不能输 出行那天 王眼身披金甲 头顶戴着一个自己设计的一个大帽子 上边镶满了珠宝 随行的京旗兵甲绵延百里 远远看过去 那就是一列穿着制服的队伍 中间有一个人在发光 之后经过郎州改成龙船 在水上发光 这前后在外 折腾了大半年之后 才回到成都 就在这次出行的过程当中啊 在长江岸边 王眼遇到了一个 貌美的和姓女子 她立刻命人 抢尽了营帐 和自己一块发光 正在搞得火热呢 周围侍从 很快地带着一个男人来了 原来这女子已经许配了人家 这王眼瞬间不高兴了 被皇帝戴了绿色的帽子 你应该庆幸才是的呀 说着 就命令手下 赐给这个男的一堆珠宝 说这个女的 我要定了 只是这和氏的男人性子烈 对妻子一往惊深 众目睽睽之下 头江殉情 那和氏也哭哭啼啼 让王眼没了兴致 最后还是把人给放了 只是回成都 路过母亲大徐飞的娘家的时候啊 这王眼又看到一个美女 一问竟然是自己的表妹 姓徐 当下拉上彩车 送回宫去 为了掩饰近亲结婚的事实 竟然说这女子是伪昭度的女儿 甚至还费了高皇后的皇后尉 还把她赶回娘家 并且赐死了 如若不是前贵妃以礼相征啊 不然叫着金飞山的二贵妃和前贵妃自己 也要跟着被修回家去 嫖了民女和自己的表妹 这王眼开始对大臣们下手了 他看中了大臣王成刚的女儿 王氏 王氏和前半那个和氏一样 是个已经要过门的 但还是硬生生被王眼掳进后宫之后 强行的给那个了 这王成刚天天跪在宫门外 哭喊着要女儿 把王眼直接给惹恼了 下诏把王成刚调到偏远的汶船去了 只是王氏性子烈 看着父亲被调远 再也见不到家人 这一时间想不开啊 竟然自一而死了 偏偏这王眼哪 这个时候还是恬不知识呢 见了一个王氏祖祠上清宫 诉了王氏先祖王子晋的相 接着把爸爸王剑和自己的全身相 也诉了一个 放到王子晋身后 接受王氏家族的万事祭拜 就在王眼干了这等荒唐事情的时候 这中原已经是风云突变了 汴梁城上后梁旗之陨落 洛阳城头飘起了后唐的大旗 没过多久 有一个叫做李延的时辰 带着中原的礼物商品来蜀国 做国事访问 顺便做做生意 李延的到来 仍然未引起王眼的丝毫境地 反遭到了一系列无理对待 李延回去见李存旭的时候 就带了一堆破烂商品回去 因为王宗碧有令 和中原人做生意上等货不买 就只卖粗质烂造的下等货 俗称入草货 这件事还惹得李存旭很不开心 书国就卖咱下等货 你这王眼是不是下等货 再加上事后高继兴的那次煮酒论英雄 这前蜀国的死期也差不多快到了 送走了中原始臣李延后 王眼竟然看上另一个臣子 王成修的妻子 延氏 公然招起进宫 这王成修比王成刚想得开 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王眼看王成修这么上道 就给他更大的官 镇守秦州 临行时 王成修小声地告诉王眼 告诉您一个秘密 秦州出美女比成都女人漂亮多了 一句话弄得王眼是流了不少口水啊 没过多久 王成修寄了很多信件来成都 王眼拆开一看 竟然是一个个跳舞美女的画像 最后信上王成修直言不讳 这些都是微臣为陛下 寻访的秦州美女 这王眼拍手叫好啊 当即让手下背上了马车 一路东行前去 秦州烈焰俱野 而与此同时 郭重涛带着李存旭大儿子李济吉 点七兵马从洛阳出发 浩浩荡荡向成都进击 九步温战士的蜀军前线 五星节度时摆着 很快投降 接踢而上的是王宗勋等三人 也先后被击败 而这边 烈焰走到半路 抵达子通的王眼 鹿玉龙卷风 拔树倒雾 这手底下呀 有一个会算命的禁言 这个在命述里 叫做贪狼风 是有敌人袭来 我方损兵折将的征兆 王眼还不相信 直到几天后 前线周线 已经投降的报告 摆到面前为止 终于赶到大祸 临头的王眼 急忙跑回了成都 派了王宗碧 去前线督战 而且密令 这王宗勋等三人 消极作战 祸乱金心 理论当战 王宗碧去前线了 但是这个凡古仔 立刻把王眼的密令 给了王宗勋等几人 这几人一商量 拍板决定 背叛前蜀 投降后堂 亲自打开军营 把军粮兵甲 细数交给了唐军 之后 这王宗碧反而带着叛军 趁着夜色杀入成都 控制了宫殿内外 直接软禁了王眼众人 当李济吉出现在成都城外时 在王宗碧的受益下 王眼背着棺材 在城外七里亭 凄惨迎响 于是 郭重涛带着李济吉 出兵七十天 前数便灭亡了 这七十天差不多 就是现在 你从洛阳出发 按照散步的速度 每天走七个小时 走到成都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所以可想而知 成都街头 前数的旗帜 轰然崩塌 王眼的亲妈和老姨 大小徐飞 配偶贵妃 金飞山 前氏 韦氏等 以及八个还建在的亲哥哥 和他们的家眷 以及朝中大臣 等等等等 总计 两千多人 这两千多人 作为俘虏 押送去了洛阳 临行前 王眼等人 纷纷拿出自己的积蓄 向郭重涛求活路 郭重涛欣然接受 并且应允了 而与此同时 毫无廉耻之心的王宗帝 也贿赂了郭重涛 然后自建 当西川节度使 郭重涛收了他的钱 隔天就下令 把王宗帝 还有王宗勋等人抓起来 这些不忠于蜀国 敢当二臣的奸人 不可能忠于我堂 王宗帝被斩的那天 成都城内万人空巷 大家伙争先恐后的 前去法场那块 大家都想看一看 这位出卖国家的人被政法 人头落地 然后民众们一拥而上 人人争相 生吃他的肉 让其死无权势 话说另外一头 被收押在洛阳 秦川驿站的王宗 怎么也不会想到 更大的悲剧 还是降临了 夜都兵变 李四元 莫名其妙地 就坐实了叛变 辉哥南辖 攻击变了 忧心忡忡的李存旭 准备带人御驾亲征 偏有一个叫做 景晋的一个 戏子官员 也就是林官 他说这前属王室 还有他们的大臣 还收押在秦川驿站那 您这一离开 保不准他们不作乱 心急火燎的李存旭 同意了景晋的建议 下了一份 处决王衍一行人的命令诏书 太监向炎寺 带着诛杀两千人的照令 来到秦川驿 向众人宣读了 赵书的全部内容 特此决定 处决王衍一家 说到这儿 他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众人 咽了一口口水 处决王衍一家 亲此 一行和一家仅仅一字之差 两千多人都得以赦免 只有王衍一家二十多口人送上断头台 王衍和他的八个哥哥一路哭泣 在王衍当初继位的时候啊 他们全部都保全了 自以为最终能够善重 但结果还是躲得了初一 没躲开十五样 到头还是遭了断头之祸 就听到那大徐飞临行前大声叫喊着 我儿子以异国投降 反造杀戮 你们出尔反尔 郭重涛在哪 李存勖在哪 完全没有信义 你们这样是要遭到报应的 哼 报应 那个时候的郭重涛已经被刘氏下令 派人赐死 而李存勖不久也将被原行亲一箭射穿 这两人都自保不暇了 还有谁来听这个老妇人临终高呼呢 徒劳罢了 众人嚎啕声当中啊 只有一个不受亡眼宠的小妾不作言语 临行艳明真身时 想严肆看着姑娘年纪尚小 有意可怜赦免她 就告诉她 只要说自己和王眼没有关系 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女仆 就能放了她 但她却说着 国丧家王 现在妾宁死 也不愿受此侮辱 再之后从容就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之后 李四元当了后堂民宗 登基继位 这一天突然传令官报 有一个跛脚老人求见 李四元召起进来 问来者是谁 那老者跪在地上 声泪俱下 臣 臣 臣乃前属最臣 伟帝王剑的甲子 王宗寿 王延一家 当初被官军押回洛阳 臣 最臣当初还 还妄自抵抗官军 最终被抚 但被郭宠淘 特赦了 让我留在属地 做个顺民聊此一生 但我想想王延一家 压来洛阳 以后没人照顾 又死自自费 一个人从成都 走到洛阳 最臣年纪大了 这一路走来 现在人到了 脚也薄了 然后最臣 最臣到了之后 本欲好好陪伴他们 但是 但是最臣 现在才得知 王延一家 已被遗族 而只有最臣 苟活于世 最臣作为王剑的家子 竟不敢以死谢罪 也不能陪养父后人 最后一程 实乃不忠不孝不义 虽然万死 也对不起养父 当初收养之恩 所以 苟活的臣 最臣现在 现在恳求圣上恩准 让人帮忙 守网掩他们的遗骨 让我亲自给他们祭扫 以弥补我自己的错 请圣上成全呐 说罢之后 王宗兽已经起不成声 久久跪地 磕头不止 李四元文言 看着地上 骨兽临寻的王宗兽 也许是突然想起 想起了因为自己 全族静灭的 诸邪赤心一族 特别是 起今不知 李存旭骨灰 散在星教门 废墟的何处 也当停 跟着摸起眼泪 当即 李四元赶紧走下台阶 扶起 那跪地磕头的 王宗兽 让人赤了座 答应了他的请求 之后 安排了人 收敛 后葬了 王衍一家的尸骨 以诸侯之礼 安排了墓葬 然后给王宗兽 安排了个 在洛阳的贤职 清明时 可顺便祭扫 王室一族 可探王剑 租租一百二十个养子 到头来 贪欲地 砍掉了脑袋 享福地 折了寿命 自保地 离属而去 无耻地 遭人分尸 最终 这百二十人 到头 也只有 王宗兽一人 看在王眼 荒唐的时候 直言劝谏 并在王家 全家 尽灭之后 为王眼 善后 自己 也得以 陪伴 不是亲人 胜似 亲人的 而最终 寒笑 善终离世了 这正是 前属忠臣 依旧在 只是最后 胜一人 早知 衰亡有定数 何必群起 作弄辰 说完了 前属 后主 王眼的故事 四川 属地 也迎来了 后属 孟之祥 开始的新篇章 本集故事 到这也告一段落了 本书作者 H 后期制作 暗指听栏 如果 您有好的建议 或者是意见的话 也可以 添加小五的私人微信 哑巴无言四个字的字母全篇 我们 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